美国这四个州快被中国人占领 如果你这个时候出去把孩子留在欧美 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不就又生活在第二季略的国家了吗 中国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我父亲 周一圭 中国人权强谋士 国家政权恢复权 现在中国人权势 不然来美国啊 你把最新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我发现两位西代孩子走线数个月 经历了寒冷湿热 途中也面临了黑帮黑警的抢劫日子 终于啊成功到达美国 升起了政治庇护 看了满满的心酸啊 现在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位 是先前在中国国内 争扁社会时事的大力 他翻墙在YT上啊 评论中共 没想到处处被威胁找麻烦 孩子也被威胁过 最后选择利用中国护照 仅有的少数免签国家 厄瓜多啊 买张机票免签到此 厄瓜多啊位于南美洲 那到达厄瓜多之后啊 徒步穿越了哥伦比亚 巴拿马 墨西哥最终抵达美国边境 申请政治庇护 想想途中带着孩子 穿越过无数的丛林 可能还需要 好几天没洗澡啊 甚至被蚊虫叮咬啊 人挤人 甚至这个参崩露宿 我相信这是多数台湾人 无法忍受的生活环境 但大力他说啊 比起这些 更令他害怕的是中共的爪牙 算是都有公安或是黑衣人 破门 把你或是你家人 带走喝茶 拿你的孩子 当作你的软肋 起码到美国之后啊 可以有言论自由 不必受到来自政府 这样的骚扰 你们要知道啊 走5000多公里啊 我们台湾一圈900多公里 徒步走5000多的台湾啊 我之前去美国 开车顶多3600多公里 在意大利开车2000多公里 全部的路程 如果多数换成走路 我真的不敢想象 因为我连开车都觉得快累死了 像他女儿啊 也因为走线的途中啊 一度吃不香 还抱怨说 我真希望抓我们的那些公安啊 全部都S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我们就不用在泥巴里面睡觉了 我们就不用坐这么可怕的船了 爸爸也不会丢掉工作 当然啦 这个中国网红大力啊 跟他女儿说 那些人的灵魂早就已经S了 他们搞垮一个家庭 真的就像柴使一只蚂蚁一样 前几个月还有一个叫做 国骂哥的中国网红啊 因为在特色管理期间啊 批判圣上 而入狱一年 一年后出狱 随即通过新加坡转机到土耳其 最后转而到南美洲 走线至美国 所以为什么之前大摇的影片也说 他去土耳其旅游 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走线 因为从土耳其到南美洲 走线到美国也是一个路线 我4月份有分享过一些影片啊 走线的路上有什么印度啊 墨西哥啊 还有一些南美洲的面孔 之外还有一个最庞大的群体 就是中国人 我在美国旅游的时候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商店 遇到一群中国人 其中有两位看过我的影片 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才知道他们也是走线来的 他们自己跟我说的 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 但是借由这次的机会 我想讲一下 他们正在升起政治庇护 我才知道 这个其实没有离我很远 即便我是台湾人 在旅游都可以遇到走线来的中国人 这个极数可见非常庞大 我之前说过中国压不住的数字 铺路过的数字 你要把这个极数在网上加大非常多 更何况是鸟不生蛋的亚利桑那州 去过的各位都知道啊 这个跟洛杉矶跟纽约比起来真的是 当然了不免还是有些小粉红 选择走线论出中国 依然呢 要举着五星旗爱党爱国 你们看这张图 中共国这么好 你们离开干嘛 笑死人吗 我不排除 他是故意反串 要让这些小粉红反思 这个问题 既然中国这么好 他们为什么要出去呢 还举着国旗 会进入这个思考的第一步 其实就成功了 不管他会往哪里去想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段小影片 你们就知道 小粉红的嘴能有多硬 来我们先看第一步 我有个朋友姓王 特别有钱 在加拿大待了十多年 然后回来了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回来 他说他寂寞了 根本受不了 有一次他在他们小区大声的喊 有人吗 没有人搭理他 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他又爬上了小区的自告点 死尽了全身的力气 又喊了一遍 有人吗 结果一条狗跑出来了 他说他寂寞空虚 就像迷雾一样包裹着他 把他全身都浸透了 我有一点海外的经历 也跟你们分享一下 正常人去海外最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语言上的沟通 最大的问题在于 根本没有所谓的圈子 所谓的生活 海外95%以上的地方 晚上工作完 就真的是只能回家了 所以海外华人圈 有句话叫 好山好水好无聊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文化和精神意识上的隔离 哪怕你一时无忧 特别有钱 你也能感觉到 只是自己一个人 人外人 你是进不了他们的核心圈子的 这种感觉就非常让人窒息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什么样的人 才能融入海外圈呢 至少第一代去的人 是很难找得到归属感的 可能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 会慢慢的习惯那边的生活 可是这个问题又来了 我们正处于一个 冉冉升起的国家 2030年我们的GDP 大概率是会超过美国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出去 把孩子留在欧美 今天所谓的发达国家 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不就又生活在 第二梯队的国家了吗 中国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所以中国民族是真的牛逼 今天的中国是5000年以来 中国人最高 又有一新的名词了 中国民族 你要确定 一个国家的民族 有美利坚民族吗 中国民族是56个民族农在 算了 我不想跟你讲那么多了 搞笑对不对 听就知道在唬烂 在骗小粉猴 所以你们少论出去 跟我抢国外的资源 如果真的有钱 我跟你讲 住在国外 住豪宅 郊区 当然旁边没人 但如果你特别有钱 可以有钱住在郊区 大别墅 钱又好人就你一个人 那你在市区肯定也会有房子 渡家小屋跟市区的房子有钱人肯定都有啦 好几栋 绝对都有了 还在那边唬烂 然后你又在那边说什么 不是语言上啦 是精神啦 是文化上啦 你自己不试着容误人家圈子 而且本来作为一个移民 或是一个从小生活环境价值观 大不同的地方 你本来就会有所谓的代购 你本来就会有所谓的隔阂 你自己要去 别人家更独立 什么欧美日韩的人 来中国也是一样嘛 来台湾也是一样 通通都一样嘛 外国人去日本也是都一样嘛 还说什么 工作之后不知道要去哪 你确定呢 你确定呢 你在法国晚上11点 12点 一点还是有餐厅的 人家都是吃到12点的 还蛮多的 你要确定呢 跟你后面隐喻的什么 中国发不发达 中国牛不掉的鼻 完全没有关系 你的朋友讲了这么多 我们先假使你朋友 这个人真的存在 他还是不肯放弃 加拿大身份跟国籍 还有加拿大护照不是吗 中国人均12000 13000 你说人均5万多的加拿大 跟7万多的美国 是第二次次 你算数还好吗 月薪1万的是第一名 月薪7万的是第二名 中国特色数学是吗 你真的要论总体GDP啊 大清帝国 中末期啊 都是世界第一啊 结果呢 大家历史课本翻开都知道 我们举例啊 1820年大清GDP 占全世界的32.9% 多多啊 世界第一啊 1820年的大清GDP 是英国的六倍多 整个西欧啊 英国法国啊 什么普鲁士啊 什么奥地利帝国啊 什么那些诸如此类的 那些通通加在一块 还没有大清多 结果呢 大家有目共睹 大清真的很厉害吗 最可笑的是什么 当时啊 我们细的来讲 1820年的标准平均线是 人均400美元 大清当时只有300多 而英国当时的人均是多少 1500多美元 是标准线的三倍左右 大清呢 是英国的五分之一 所以你论总体 这个年代2023年 你还在跟我讲总体 你们粉红是活在大清帝国吗 再论现在啦 你14亿跟美国三亿 论总体你 你还输耶 你不丢人吗 你本来就应该要赢啊 墨西哥人口才多少 一亿出头 人均已经来到一万一了 你14亿人口 人均还在一万二一万三 真的不要瞧不起别人 更何况人家欧美 没有用基础建设跟烂尾楼 去冲它的总体GDP 人家的GDP是实打实的 没有把房地产列进去 你要是拔掉烂尾楼 跟基础建设 还有房地产的基数 你GDP估计要掉到 前10前20吧 还是14亿的基数去评分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部影片 每年美国的新移民 一半都去了加州 第二纽约州 大家熟知的纽约市就在这里 纽约州也是美国最发达的地方 更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这里的摩天大楼 多得数不胜数 无可厚非 这里就是全球最具现代化的城市 经济发达 自然去的人也就多了 第三 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 这里的教育是全美最好的 像哈佛 麻省理工大学都在这里扎根 最后一个就是华盛顿州 不是首都华盛顿 西雅图就在这个州 这里聚集了微软 星巴克 亚马逊等国际上市公司 并且这里还是全美税率最低的州之一 没有个人所得税 所以去美国生活的话 你会 有时候做功课的时候做足一点 什么有些人很爱移民加州 因为加州堪比洛杉矶跟旧金山 洛杉矶跟旧金山就是加州 他们是加州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加州的首府在萨克拉门托 你知道你直接讲什么 还有你最后说什么 华盛顿州西雅图那边 结果你用的影片是纽约的时代广场 虽然影片里面他是在夸美国没错啦 但他还是为了面子说 中国人占领了美国这四个州 这个乱调我听了很多年啦 有人还说什么 未来等中国人大量去欧美 取得身份让孩子继续爱党爱国 以后用民主的选举选出一个 亲中国的政府 议员立委甚至总统 或是让自己的小孩参政 还有一条影片是一位妈妈 带着儿子走先去美国 而爸爸被困在中国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看来也是蛮辛酸的 中国からアメリカに来て一年になる 陳支援さんと長男 テイビエ君 二人はアメリカ政府に 亡命を申請しています 彼の父 ジョウイヘイさんは 中国の人権派弁護士でした 国家政権転覆罪に問われ 現在中国で服役中です 警察からこのまま発信し続けたら 逮捕して刑務所に入れるぞと脅されました だからこれ以上中国にいたら危険だと思いました 今陳さん親子と一緒に暮らす 新明来さんも2年前 長女と2人でアメリカに亡命しました 一人っ子政策に反対する活動などを行っていた夫が 国家政権転覆の罪に問われ 無実を訴えたところ 当局から何度も脅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公安は何度も私を脅しました 大切な自分の子供に中国で味わったような恐怖を 経験させたくないのです 実は今世界中で亡命を求める中国人は急増 国連によるとその数はこの10年で17倍となっています 亡命中国人を支援する団体はその背景について アメリカの学校に通い始めた デイビエイ君 中国に未練はないと言い切りますが 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 それは尊敬するお父さんのこと 来年7月に父ジョウイヘイさんは 刑期を終えるとみられますが 釈放されても政治犯として扱われるため 出国は許されずもう二度と会えない可能性が高いのです 不然来美国の日本最神の人 日本の最神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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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 看完这些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省思反思一下 既然中国人已经被中共如此了 那我们台湾人该如何呢 今天影片到这就結束 喜欢记得点赞を不想记得 一定要保封鎖 我是拜訪 下次再见 バイ